青竹县关西镇层是茶叶重镇 竹石八县七公里处长达两公里的农路 是石甲大茶园的进出要道 更是游客走时光古道和圣武山步道的必经之路 但是凹陷严重破损不堪 造成了运茶和践行的危险 现在要来争取重复改善 关西层是全台茶叶重镇 位在东平里红土台地上就有超过石甲地的茶园 但农路毁损严重 造成种茶及运输不便 有很多东平的茶农在种植茶叶 一年有好几季的采收要经过这个路 所以目前的路况会让我们的茶农老百姓 安全上会有看力 遇到假日从石甲古道或是大同古道那边 常有游客会经过这边 有说这边经常他们骑车的时候会跌倒 所以就是要求机体这边可以请委员办公室来协助 然后办理会堪 让用路人的安全更好 从竹石八线7K处 一路延伸到东平石光大同三里交界 农路长达两公里 衔接石光古道与圣武山步道 假日常有游客践行 但道路出现左右凹陷中间凸起的车側 破洞甚至深打脚踝碎时更常造成骑车摔倒 只能先用石头填塞凹洞 明代接获陈情后 召集会堪争取重铺改善 预计会分成两个案子来做施作 那目前第一期的话应该预计 大概明年年中应该可以进行第一期的这个工程 那在做完第一期工程之后 我们再来研绎做第二期的部分 每年茶叶分四季采收 要送到附近制茶厂只有这条农路 将分两期改善 一期出估花费六百万 争取明年重铺 以利农产和观光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